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百合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 《甲瓶蛙的散文 喝酒》 我在城里工作后 父亲便没有来过 他从学校退休在家 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 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 以前年来 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 说父亲听别人说过 曾去线上几个书店 邮局跑了半天去买 但没有买到 我听了很伤感 以后写了东西 就寄给他一份 他每每又寄还给我 上面用笔 披了密密麻麻的字 给我的信上说 他很想来一趟 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 害怕离我们太久 将来会生疏的 但是一年过去了 他却未来 只是每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 叮嘱好好写作 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 就努力干吧 农民养场 成风也要多养几些呢 但听说你喝酒厉害 这毛病要不得 我知道 这全是我没给你述个好样子 我现在也不喝酒了 接到信 我十分羞愧 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 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成立住 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 我惹出一些事来 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 争论本是正常的事 复杂的社会上 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 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 一些闹哄哄的 什么风声与声都有 我很苦恼 也更胆怯 向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 人堆里前防后挡 唯恐被撞翻了担子 茫然中 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 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 在一个雨天 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 那双曾换过白内障的眼睛 愈发比先前痴呆 一见面 我有点惶恐 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 指着我让叫爸爸 小女儿携头看我 窃窃地刚走到我面前 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 父亲就笑了 说 你瞧瞧 他真生疏了 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 我们睡在西边房子 他睡在东边房子 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 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 我叮咛爱人 把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 一下班回来 就笑着和他说话 他也很高兴 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 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 一到晚上 家里来人很多 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 谈报纸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 我就关了西边门 让他们小声点 父亲一进来 我们就住了口 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 虽然总是笑着脸和父亲说话 小女儿有些吵闹了 就忍不住斥责 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 这时候 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 说孩子太嫩 怎么能打 越打越会生分 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 我独自住一会儿 觉得自己不对 又不想给父亲解释 便过去看他们 一推门 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 赶忙装着眼花了 揉了揉和我说话 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 我下班回来 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 说再过一些日子 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 但是 一里来的人很多 人一来 他就又抱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 这个星期天 一早起来 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 今日人不在家 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 到了田野 他拿着小女儿跑 让叫我们爸爸和妈妈 后来 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 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 好长的时候 他回来了 腰里鼓囊囊的 先掏出一包糖来 给了小女儿一把 剩下的交给我爱人 让他们到一边去玩 又让我坐下 在怀里掏着 是一瓶酒 还有一包酱羊肉 我很纳闷 父亲早已不喝酒了 又反对我喝酒 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 他使劲用牙齐开瓶盖 说 平儿 我们喝些酒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呢 你一直在瞒着我 但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 可我听人说 你犯了错误了 不知道底是什么情况 怕你没有经过事 才来看看你 报纸上的文章 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 也看到了 我觉得 那没多大的事 你太顺利了 不来几次挫折 你不会有大出息呢 当然 没事咱不寻事 出了事 也不要怕事 别人怎么说 你心里要有个主见 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 哪能一直走平路 搞你们这行事 你才踏上步 你要安心 当一生的事干了 就不要被 一时的德所迷惑 也不要被一时的诗 所迷茫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 今日喝喝酒 把那些凡慢都解了去吧 来 你喝喝 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 立即脸色通红 皮肉抽搐着 终于咽下了 嘴便张开往外 哈着气 那不能喝酒 却硬要喝的表情 使我手颤着 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 眼泪 刷刷的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 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 亲情的玩着 一直到天黑才回去 父亲又住了几天 他带着小女儿 便回乡下去了 但那半瓶酒 我再也没有喝 放在树桌上 常常看着他 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 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